涡扇15力大专飞 歼20拔地而起 拥有强大动力支持的歼20 终将活成它曾经梦想的样子 涡扇15在90年代末立项研发 04年核心机点火 05年修改设计指标 代号俄美 2012年原型机下线 但推力水平和改进的涡扇10B差不了多少 索性推导重来 直到今年3月官宣量产 技术方面 所有的技术瓶颈我们已经打破 这其中的研发历程可谓曲折艰难 从公开参数上看 涡扇15最大推力是8.5吨 已经超过F22的F119发动机 16吨的最大推力 这样 歼20将是世界上发动机推力最大的战斗机 并且可达到最高2.8马赫的飞行速度 也可实现更高速度的超音速巡航 那么歼20换装涡扇15 意味着什么呢 这被认为是一个关键里程碑事件 不仅标志着中国发动机心脏病问题得到了本质的解决 建造数量和改进幅度也进一步增大 进一步提升中国空军现代化作战能力 换装涡扇15的歼20将对F22个方面性能上的反超 将成为一款全面领先全球的第五代战斗机 超音速巡航能让歼20更快速地摆脱高风险环境 提升战场生存能力 同样也赋予空空导弹更大的触使动力 此外 歼20可大幅度缩减到达第一岛链的时间 也可应对来自第二岛链关岛方向战略轰炸机的威胁 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拥有更快的应敌能力 做到有效地拦截战略轰炸机 追击隐形巡航导弹 总之 完全体的歼20终将活成他曾经梦想的样子